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到远处的雾霾了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期的罗罗北美关于洛杉矶雾霾的报道 不对啊 其实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全美国最厉害的一个飘移比赛 叫Formula Drift 我们罗罗报告现在跟Formula Drift也是初步达成了一个异象 就是我们要在将来会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所以今天我们就第一次以合作伙伴也同意是媒体的身份 来到了Formula Drift在2019年的总决赛 聊起来这个飘移比赛的话 应该说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日本的D1 就是土屋贵氏他们办的那个 当年在2000年还是2001年的时候 他们从日本到美国来办了一站 然后当时就只是给他们自己做的一本杂志 说我们去拍着内容去海外做着玩玩一站 然后就到美国来做一站 做一站当时就是美国车手对这个飘移比赛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但是在美国的一些亚裔他们还是积极的参赛了 然后这个比赛办好之后反响还是不错的 但当时这边当时的承办方就跟D1讲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办下一站 但是当时D1就觉得对美国市场并不是那么看重 我们日本人自己还是挺好 我们没有必要到美国来再一年搞主要站 有点太分散经历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时D1年常办这个比赛的其中一个亚裔也就是会讲中文的 叫Jim OK那如果你们不来做的话我就自己做 所以就做了这个到现在将近20年一个全美最大 也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飘移比赛 就是Formula Drift 然后今天呢是他们2019年的最后一站收管站了 所以今天就会我们看到这个最终的冠军的产生啊 然后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好好的逛一逛美国的飘移比赛都是什么样的 然后什么样的人在比什么样的人在看 OK Let's go 就是现在啊这个Formula Drift跟D1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规则里面 它对发动机排量的限制跟D1是不一样的 D1的发动机的排量要比它小 所以也就意味着它的车的功率更大 那么现在这个Formula Drift的车基本上都是在850匹以上 也就是可以以一个更快的速度 然后更激进的一个驾驶来给大家带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观赛的体验啊 然后这边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 如果你要玩跳鱼你一定会知道 你看到这边了吗 一看到它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了 这就是一台A186用来送豆腐的A186 然后它这个比赛呢现在是 从来这个比赛呢目前有两个组别 Pro Champion跟Pro2 Champion 然后每个组别呢有32位车手 他们的比赛的规则是 第一天排位排位之后呢第二天两两对决 第一跟第32打第二跟31打 这样一轮一轮的再决出它的一个冠军 然后这边算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展区啊 然后这个夸张的这个封田的86 加上了一台法拉利的引擎 对我相信很多如果看过国爱的视频呢 朋友应该看过这台车 当时它有一个五挑移的那么一段视频 在YouTube上特别的火 用的是Fifty的轮毂 关爆的刹车 然后我们现在就走到后面批房这个地方 现在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早啊 所有人都还在做准备呢 你看像这个看上去像一台这个封田的86 但是它其实里面的这个大的部分都已经完完全全改掉了 所以你不太你拿你自己的车是完全无法达到这个效果了 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啊 温温增压啊 进气包括这个底下的这个车架的这个固定点 还有减震这一块 Fifty应该算是在美国这边这个轮胎赞助厂商最多的了 应该说Fifty已经算是美国或者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个飘移比赛 但其实我们走到后面它批房这个区域空间的看 可能跟我们常规想象的这种赛道里的批房 感觉还不是太一样 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赛车场比较特殊啊 所以它每家都是自己拉着一个很大的trailer 我们然后拉着他们的赛车在前面支起几个帐篷 就总体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的感觉 这个Fifty的规则啊 其实它对比赛的车辆呢 呃原先最早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必须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 但其实呢现在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四轮驱动 改成后轮驱动也是ok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老的super 然后这边包括这个车队车手报 他们赞助商卖的一些周边一身鞋呀 一些衣服呀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边这个机械师也是在给这个车换NGK的火花3 然后现在呢这边因为今天是练习啊 所有的人都在去从这排队 排队之后进到里面练习完了之后 发现有各种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回来到这边 然后车队的技师帮他做一个重新的整理啊 当这台车刚才上的时候 现在就很快 逃费了一条温摊 现在回来换上新的摊 然后加上新的氮气 然后重新在这边出发 在这儿小心点啊 这么这么排队吗 也要不然 能不能在这里 还是可以在这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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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这块很有意思 就是现在前面没有进气 所以他就用这么一个吹风的机器 现在给这个机器强制的一个进气降温 像现在这个车手也是一样 回到批房换一道全新的轮胎 然后再准备出发 这边这一台车也非常漂亮 这个不出意外 应该是一台魁蛇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走到赛道里面 当然只有媒体才能进来 然后这边他们待会从那边发车 然后在那边转一圈 一圈回来之后从那掉个头 现在发动过了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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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车这个动作 然后后面这个车要跟上铺码 然后会有三个期判 就是这个速度的角度 我们来给他做功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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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拍飘移比赛的媒体记者真的都比较辛苦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他们一定是会从这边烧起来很大的烟 然后飘过来 虽然说我认为这个味道还比较幸福 但是我相信有的人 如果他让他一天问一百回的话 他也不太愿意 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在哪里 现在在哪里 哪里的五周族 就是这里呢 唯一的一个法力 而是用的突出的机械松压 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采访的 为何样的机械松压 反正说 就是这么多 那么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基本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带大家感受一下美国的飘鱼比赛 然后今后我们也会这种比较接地气的 美国的这种Carmie啊 这种比赛啊 也会继续做更多这样的内容 那么这期罗罗北美大人就结束了 也是喜欢的朋友呢 希望你们点赞转发 下期再见 拜拜